救护车铭笛机市 医护人员把伤患推进医院 以色列持续空袭加萨 被搏击到的平民 一个接着一个被送到医院 除了空袭伤患 医院还有定期来洗肾的患者 这些人眼前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电力跟干净水源不足 如果没办法继续洗肾治疗 恐怕只能等死 本来该好好上学的加萨小朋友 如今连基本生活资源都成问题 因为以色列实施围困战略 导致加萨断水断电 医院的燃料就快用完 面临人道危机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俄乌战争 去年10月 俄军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 导致民众断水断电 欧盟纸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当时还在推特发文 谴责是恐怖主义的行为 虽然以色列15号宣布 恢复提供自来水 不过加萨水务局员工 表示无法确认消息 因为电力还是没有恢复 而且现在世界都失败了 人生 如今已经有超过2600名巴勒斯坦人 在战争中丧命 面对看不到尽头的圣火 加萨人民出了绝望 已经一无所有 多谢新闻观众新综合报导